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煞爆发枪击事件 拉响安全警报 不少网民质疑为何不迅速制服和逮捕嫌犯 警方的回应是 出于现场公众的安全考量 执法人员不宜和枪手交战 否则后果会更加严重 目前警方已经向11名证人录取口供协助案件的调查 实现男子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煞的入境处大厅 朝妻子连开两枪 却误伤保镖的事件沿犹在耳 警方在调查期间收到许多询问 为何当局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在枪击案发生时立刻逮捕嫌犯 雪兰儿总警长拿督胡申 今早出席吉隆坡国际机场警区主任职权移交仪式后 在记者会上回应说 警方没有采取激烈行动逮捕嫌犯 主要是考虑到现场民众的安全 胡申说警方冒然采取行动 引发枪战导致更严重的伤亡事故 有鉴于此 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市民安全 以及控制现场秩序 另外针对要如何提升机场的安保措施 胡申表示 警方已经向吉隆坡国际机场管理层提出多项建议 包括使用电动滑板车巡逻 以便发生状况时可以迅速做出反应 巡逻范围也更广 再来就是在入口启用扫描机 防止公众携带违禁品进入机场 以及关闭最靠近机场入境处和离境处的通道 因为这些通道最高风险 扫描机器 当被问到枪击案的调查进展时 胡申指出 目前警方已经像11名证人录取口供 接下来会传召更多证人协助调查 胡申指出 胡申指出 至于腹部重担住院的私人保镖情况 胡申透露 伤者还需要留意接受更多治疗 目前伤势稳定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